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人事与政策节目 今天的新闻有很多引人注目的话题 首先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朱亨鹏在批评习近平的经济政策后神秘失踪 这引发了外界对他安全的担忧 朱亨鹏的消失正值中国经济放缓的敏感时期 特别是在房地产市场的压力下 让人不禁思考言论自由的界限 接下来日本外乡神川杨子在联合国大会上呼吁中国确保日本公民的安全 因为在深圳一所日本学校附近发生了刺伤事件 这一事件使得日本对在中国的国民安全感到担忧 并促使日本加强了学校和公共场所的安全措施 显示出国际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 最后中国央行宣布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持续的经济衰退 包括减少银行的准备金率和降低贷款利率 虽然这些措施旨在刺激经济 但分析师对于其实际效果表示怀疑 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仍面临重大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电讯报报道中国一位知名经济学家朱恒鹏在批评习近平处理经济问题后神秘失踪 朱恒鹏曾担任国家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因在微信群中质疑习近平的经济决策而遭到调查 自4月以来未曾公开露面 此事件引发了对他安全的担忧 尤其是在习近平政府加大打压异议声音的背景下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面临长期低迷 房地产市场动荡加剧 经济学家们对政府能否实现5%增长目标表示忧虑 尽管政府推出了新的刺激措施 但一些分析师认为 这些措施并不足以有效提振经济 电讯报还指出 中国急需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 以应对当前的债务通缩危机 近期在香港举行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 许多经济学家呼吁推出高达1.4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 来恢复经济活力 然而政府近期推出的刺激措施 被认为力度不足 未能遏制经济滑坡 中国人民银行虽已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但分析师普遍认为 这些措施无法有效提升经济 反而可能导致民意GDP的进一步收缩 与此同时 民营银行面临的压力也在加大 许多银行的财务状况堪忧 甚至有投资银行职员因负债过重选择轻生 反映出经济危机对民众生活造成的深远影响 《独立报》报道 日本外交部长神川阳子 在一起日本学校男孩被刺杀事件后 向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要求确保 在华日本公民的安全 并对网络上针对日本的恶意言论 进行严厉打击 该事件发生在深圳日本学校附近 造成了日本社群的高度关注和不安 神川强调 中国应采取具体措施保护日本公民 特别是儿童的安全 同时 日本政府也在加大对日本学校周边的安全投入 以应对日益上升的安全隐患 此事件再次凸显了中日关系中的紧张局势 以及在两国间存在的安全与信任问题 NBC News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弓胜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将银行准备金绿下调50个基点 以应对日益加深的经济衰退 他提到 虽然具体的政策放宽时间尚未确定 但可能在近期实施 并可能在年底前再次降低0.25到0.5个基点 潘还表示 七天七回购利率将下调0.2个百分点 此举被认为是提振市场信心的重要措施 尽管银行资金充足 但借贷需求有限 市场普遍期待进一步的政策宽松 潘强调将进一步支持疲弱的房地产市场 包括延长相关措施和降低现有抵押贷款利率 此次高层新闻发布会 是在美国联邦储备局上周降息后召开 显示出中国央行在应对通缩压力时的灵活性 南华早报报道 针对最近发生在深圳的日本男孩被刺事件 中国外交部高官王毅呼吁东京保持冷静和理性 并强调该事件应被视为偶然和个别的案件 而非政治化 王在与日本外 向上川扬子的会谈中重申 中国将依法处理此案 并确保所有外国人在华的安全 此次事件引发了日本国内的愤怒 批评者指责中国教育体系和国家媒体助长了反日情绪 日本方面则要求中国尽快澄清事件真相 并加强对日本国民的安全保障 尽管两国在历史和领土争端上存在分歧 但在会谈中双方表示将努力改善双边关系 南华早报还提到拜登总统将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 重点讨论他的外交政策成就 包括与中国的关系管理 白宫官员表示 拜登将强调如何负责任的应对与中国的竞争 并讨论经济和安全等多个方面 拜登的演讲预计会提到他任内与盟友的合作 以及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区别 与此同时 拜登还计划召开关于分泰尼和其他合成药物的峰会 以应对中国作为分泰尼及其前提成分的主要来源所带来的问题 尽管拜登政府在减少药物过量死亡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批评者对联合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贫困等问题上的表现表示失望 认为改革安理会的努力屡屡受挫 急需积极的成果 环球邮报报道 卑诗省的艳诗官办公室 至今仍未完成对中国异议人士华勇之死的调查 尽管他的遗体在近两年前被发现 华勇是一位艺术家和人权活动家 因严厉批评中国共产党而受到中国安全部门的监视 尽管皇家奇景表示调查结果并无可疑之处 华勇的朋友们对此表示担忧 认为他的死可能与中国政府的打压有关 华勇在社交媒体上对习近平的激烈批评 以及曾遭受的威胁 让人们对他的死产生了疑问 华勇曾在2011年和2020年以极端方式抗议中共的暴行 最终在2021年逃往加拿大 成为临时保护居民 2022年 他在一次独自划皮划艇的过程中失踪 最终在博恩岛附近被发现 然而他的死因仍然扑朔迷离 调查仍在继续 《环球邮报》还指出 中国政府近日推出了一系列 旨在刺激经济的政策 以应对持续的房地产危机和消费不足 中国央行行长潘弓胜宣布释放高达1万亿人民币的银行准备金 并降低短期利率和现有抵押贷款利率 以期提高家庭消费和投资 然而 分析师对这些措施的效果持谨慎态度 认为单靠这些刺激政策 可能无法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房地产行业的困境被认为是当前经济增长的主要拖累 预计要到2026年才能见底 尽管政府在高科技领域 如电动车和半导体方面努力推进改革 但这些措施的影响有限 且退休年龄的调整 引发了民众的不满 习近平对经济困境的态度冷漠 强调年轻人应当吃苦 使得整体经济前景更加不明朗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